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ae 我們hae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 來到10月21日,星期六 今天天氣稍涼,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微雨 吹和換止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 最低氣溫21度,最高25度 嘩,秋風起了 三蛇肥 吃蛇之外,人們還會吃狂食 大雜蟹 六個人吃245隻 簡直離譜到不行 六四二十四,每人吃40隻 這些會隨時沒命 曾經有個29歲的男人 狂食就已經死了 未必一定是大雜蟹 什麼都狂食 你知道秋冬的人變成餓鬼 這就要和大家說說 另外 有人打狗 硬塞狗在車尾箱 然後打狗 斷正被捕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另外有個二十個月大的男嬰 怪病身亡 因為這個病我第一次看到 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政府也是呼籲什麼 等一下跟大家說說 詳細新聞內容 冷 冷風至 冷雨夜 又下雨又冷 週末期間再降溫 打鼓嶺最低 只有18度 打鼓嶺才18度 不太冷 我在大阪也十六七度 十六七度 我穿短袖衣服 最重要的是 你們的心定 你越怕寒冷 你越胃寒 就越冷 你的心起了那個念頭 呼吸均勻 雲巡 三分肌三分寒 怎麼說呢? 不要太飽 又不要太暖 三分肌三分寒 這不是我說的 鍾南山也是這樣說的 你看他八十多歲那麼大 是養生之道 很重要 太冷又不行 老人家那些 但是也是練回來的 練回來的 我們年輕人 可以頂得到的 還有那些 其實游泳那些 吸了很多寒氣在身上 那些又是 那些經常說 胃寒成成 真的 好了 很多新聞 看看 香港郵政外舍資料 香港郵政局 他說黑客 哇 他說撞一撞一撞一撞 被他撞入了 7249個帳戶 的email被他拿了 哎呀死了 真是 不知道會不會吃了 那就糟糕了 這個真的糟糕了 這個真的糟糕了 那有個 旅遊社作blogger 就說收到香港郵政電郵 他說有未經受權人士 利用部門電子服務功能 多次嘗試成功 就鼓中了他的電郵 哇 被他撞入了 真是 糟糕了 希望 警方可以拘捕人 不過他是不是在香港都不知道 是不是 VPN各樣 你未必抓到他 那 好了 那說一說 香港的垃圾 就很多 很多 離譜 我看到的數字 這個不應該這麼少人關注 這個新聞 真的沒什麼人看 專行開支 升了70億 衛生黑點 不跌反增 這個很離譜 他說 你看到香港的垃圾 越來越多 但原來就是 撥款很多錢 在2023至2024年 預算進一步上升至66.97億 之前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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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接近70億 66.97億 但是你說那個衛生 是不是好很多呢 也不見得是 其實很多坐牢 監禁 是不是可以判社會服務令 或者坐牢的人 都 叫他們出來 撿垃圾呢 當然不是重犯那些 重犯那些 你逃走的 這些不行 但是 你要做好些香港才行 骯髒那塌 哎 好 另外有一個泳池 接下來就 拆了 從之後再拆枝 這是什麼 屯門藍燕線 興建 不需要遷拆 哦 他建港鐵 建鐵路 他拆了你的泳池 然後再跟你 什麼 先重置再後拆 拆射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總之泳池快要玩完了 沒有了 因為要建地鐵 那裡有240多億的 原來在說的 就是港港地鐵的興建 誇張 另外呢 講錢 網平360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下個月加價 成人來回270元 哇 很貴 很貴 那些遊客 坐過 那些遊客去到 當然是給我們 好像坐巴士都會到 天壇大佛 好像是十幾二十元的事 來回四條 籃車有籃車的 漂亮的 而且 成人一個來回270元 是嗎 是的 他現在說 成人來回標準及水晶車廂 我告訴你這個 即是作錢 我告訴你這個 235元和315元 本身就升到270元和350元 水晶車廂 那些玻璃落地 讓你多看一些景 他又不是車全部都是這樣做 他又要分 一些貴一些 一些便宜一些 即是做生意 是這樣的 我去過 我沒有付錢 那不是霸王大纜車 我當時做傳媒去採訪 是的 不用錢回答 OK的 第一次去的感覺很宏偉 但你老實說 那時候那些人 我回答那時候 那些人說 馬來西亞雲頂漂亮很多 那樣 馬來西亞雲頂真的漂亮很多 而且便宜很多 一舊水內就好像是雲頂 是的 而且漂亮到仙境 雲頂那裡真的很高 有些人說 那些人比較 沒得說 你去過馬來西亞雲頂 你對比海洋公園 你對比大嶼山雲頂 是美得太美 我覺得最美的纜車 我去過 不過其實我也是去過這三個 哈哈哈 其餘那些不太敢回答 另外小心點 這個騙局又出沒了 七十歲阿伯 網上投資騙局 沒有了千萬 七十七 十月十二日 七十歲本地男子報警 說 今年 六月二十五日 Whatsapp 就說有人是專業投資人士 叫他投資 A股 那你 說你真是 成千萬 九百一十萬 轉了五個戶口 再轉了二百三十萬 就是三個戶口 你Whatsapp 人都沒見過可以轉了一千萬 那些騙徒當然有得做 你說多容易握 都不用出來見面 這簡直是離譜 我不會覺得他可憐 大哥你 你不認識那個人 你可以轉了一千萬給別人 你說買個教訓 這個是 為何會這樣 你不認識那個人 你沒有見過 在Whatsapp 這樣就信了別人 真是離譜 這麼容易賺的錢 要不做 你搞到騙徒通街都是這樣 如果這些人這樣 是啊 譴責他 什麼事 沒理由這樣 騙徒 吃過尋味 當然騙人是不對 但是原來 你說供求 原來是這麼容易的 真的 麻煩大家小心點 保障一下社會 是的 好 另外說 你香港的 葵聰中年男人 給15個人埋伏 哇 打他 上個星期六 15個人圍踏他 在葵聰石尼村 現在多抓了5個男人 包括3個人 就是巴裔男 聖陳氏主被人打到頭都爆了 整班人都走了 當中有 是昨天拘捕的 29 34歲本地男子 以及3個 20至22歲的 巴基斯坦籍男子 雙人 還沒拘捕 當然有十幾個打他 只有幾個人 好 另外有人走私過關 香港身藏113部電話 走私 港珠澳大橋入境 斷正被捕 真的 揹成身好像機械人 走出 有人看到你 硬硬硬硬硬硬 先生什麼事 拿高的衣服看看 原來你不知道 以為他真是機械人 厲害 另外有三宗也是走私 三百公斤貴價食材 四百五十件舊電腦電池 超過百公斤凍牛肉 真是 抓了三個澳門居民 就搞這些事情 想賺些差價 但是被人拘捕 另外 偷東西都有 牙膏也偷 四天內偷了三十八支牙膏 中年男人在青衣 超市斷正 五十三歲 本地男子 三十八支牙膏 市值一千四百七十四元 嘩 什麼都有人偷 從十六日開始 偷到昨晚 斷正被人拘捕 真是傻子 真是傻子 做這些事情 一千多元 上班吧 上班也不止賺到這個錢 失業率 你說高 但是有工也沒有人做 好 說一下 那個狂吃大雜蟹 發神經 大雜蟹放題 然後人們看到 其實情況有兩個 一個就是 哪裏可以吃 可以給你任吃 通常 給你吃五六隻 之後就不讓你叫 嘩 有人看到 他在那裏 覺得很生氣 其實不用生氣 情緒關我們什麼事 他死他的事 有些人覺得 這是浪費眾生 浪費食物 這就是 這真是 這真是 其實 我看到那些蟹 全都脫了腳 一人四十隻 你拆開擠一擠 那些膏 唉 真是 不行 放題的錢 五百六十一元 限時兩小時 功能不能選擇 隨機派 那 真是分分鐘死人 不是跟你說笑 原來大閘蟹一隻已經是每天的膽固醇攝取量達標 兩隻已經超標 健康人士一兩隻 就是一隻起兩隻就死了 你吃到 二百四十五隻 每人四十隻 隨時死的 在大陸試過有人只有二十九歲 但因為那是食播 那樣子就像四五十歲 吃到面黑 然後就暴斃 因為身體太多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用不完 燒不完 試過有些女生的食播網紅 不只吃大菜 什麼都吃 那些血 很簡單 你吃下去 營養是靠血液運到身體各地 那些血太過激 那女網紅快要死 要去醫院就把她的血放掉 把她本身的血放掉 把新的去掉 做人做得這麼折磨 做什麼呢 在古時死掉了 這些 沒有血液給你的 是的 大集蟹很毒 因為它很寒涼 我們不可以吃 肺腮肺胃肺腸肺心 因為肺腮有寄生蟲 胃有微生物 他們吃微生物 很髒 腸有糞 心最寒 吃了很嚴重 大肚子 尤其是一定不能吃大集蟹 因為寒涼之物 吃西瓜會放小孩 吃大集蟹 通驚散魚 進食大集蟹 影響胎兒穩定 體質虛寒 雙皮胃 容易胃脹輻射 腎功能 有問題交藥 高飄零食物 高飄零食物 吃到會痛風 腎病 如果有嚴重 腎病會加重 皮膚敏感 濕疹人士 注意食用量 所以這些很嚴重 膽固醇超標 一天一隻起兩隻子 寄生蟲也是多的 另外細菌感染 分分鐘 還有食物敏感 吃這麼大量 這些全部都是 有些問題 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 另外說一說 九巴現在才有這個想法 應該早就有了 他現在有一個室物認領 在巴士總站有自助櫃 讓乘客自己去那裡拿回 不用麻煩站長 挺好的 35個巴士總站設置自助櫃 乘客可以自己拿回自己的東西 如果沒有被偷的話 就好像順風站一樣 應該的 物主兩至四個工作日 就會送至指定自助櫃 你自己拿回 但是兩體 如果他這樣進入程序 隨時到了站頭 會不會跟他說完之後 他說是你 不過程序上要去那裡 要多搞兩至四天 因為你如果不見了東西 就去站頭 站長就說是你 你說吧 身份證 給你 轉頭就馬上給你 我也試過跌銀包 很愚蠢 那時候人都還沒定性 傻呀傻呀 跳褲就先 就跌出來 好 接下來的亂拋垃圾 加價 食環署 賠罰 三千元 左客 行不行 其實 定額罰款將增至三千元 顛鋪罰款六千 厲害了 因為那些垃圾很大量 行不行 嗯 很難說 是啊 很難說 其實 如果你說增加庫房收入 很容易 吊著自由行 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 他們不知道 你見到他卡通 就馬上去抓他 罰款 這樣 但會不會說 因為有了這些之後 有些傻子 拿去冒這些食環署 冒那些便衣 隨便拿一張八達通 說是Pass 我是什麼 現在看到你吐嘴 不奇怪 但是 多些執法 你們的庫房便會多些收入 整天都看到的 在屋邨 不過那些阿伯真的沒有錢給的 你以為 我們稍後有一條專題說 那些阿伯賭錢 在屋邨上 賭場 真厲害 什麼鬼都可以玩 好 另外 天秤死亡的事故 已經死了很多人 死者的媽媽 在庭外痛斥這些公司的垃圾 不應該再存在 哪一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 是否上次那一家 上次是否吊銷牌照那一家 他這裏沒有寫 應該隨名踢出局 好像是 但是整份報紙的提都沒有 精進是不是 整份報紙的內民提都沒有提過 是的 他就說那間公司垃圾 嗯 可能不想出事吧 報紙 下面我看到很多連結就是 精進精進精進 是也不一定 好 那說一下的士司機 路不實為 不是 是的士司機跌銀包 內藏9220元 好新聞撿到去警署 是不是 有網民看到 哦 室主應該是的士司機 裡面有九千多元 放在網上說 做了這些事情 送去警署 麻煩你拿回 那些人就說 這些人中之龍 長命百歲 他說 你好 你不會貪心 他說這些可能是人家的救命錢 司機去了警署拿回 路不實為 不是 真的很難得 這些人有貪念 這麼大疊錢 那些傢伙 拔了一疊錢 錢包給你 證件沒用 有些再壞些 證件放在垃圾桶 但是最好的人上人 就是 所有事情 物歸原住 阿sir就看好一點 你知道有時候 之前有些新聞 說在警局 跟著什麼 但是警察會 有什麼事都割席 在這些位置 放心 放心 好 再說 男嬰怪病 哇 這個 劉聯合醫院 PICU兩天後死亡 有什麼病 是不是新冠 這是新冠 這是新冠 我起初以為PICU是病 不好意思 我起初錯了 我口誤 我以為是病毒 不知英文什麼 原來這就是 小朋友的心切治療部 這個意思 那 那小孩健康良好 20個月大 健康良好 但是抵抗力弱 小孩 新冠病毒 測試呈陽性 又發燒 又不吃東西 被帶去基督教聯合醫院求診 然後病發症 壞死性 腦病 肺炎 敗血病 休克 其實都可以叫做怪病 這麼多事情 一次過這麼多事情 有些小孩又沒事的 是啊 有些說中了新冠沒事的 有些就死了 真的很嚴重 很參差 只是看誰 那小孩沒有打針 這樣說吧 說回事實給你聽 但是事實上就是 現在香港的疫情很嚴重 現在人們開始研究 是不是應該重推口罩令 晚一點有專題說 我想說 Ivan Sir和他老婆都中了一招 發燒 發燒和 兩人都是這樣 兩夫妻 其實很嚴重 因為要對著小孩 再嚴重一點 你說政府派兩萬元生孩子 Ivan Sir說 發燒也要破學校 他留下一句說話就是 不要生孩子 哈哈 後悔 後悔 但是他很疼他兒子 但是那一刻 人當然是有些事情 我也知道 你對一個小孩 你教育他不聽你說 你是很激氣很激心的 對不對 這些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養了 有的 有在的 你要養到他很好 沒有的 就沒有 沒有就自己搞定他 算 有些事情 不是吧 你小朋友 你不吃他也要吃 很煩惱 另外有一件事 打狗 為什麼呢 說那個人 在車上 強行抱上車尾箱 然後掌摑這隻狗 殘酷對待動物罪被捕 執法人員 在網上留意到這段影片 大埔白石角發生的這件事 大埔白石角發生的這件事 他上車就升了幾巴 原來在 昨天大埔鳳原村 的單位裡 拘捕了一個39歲的男人 殘酷對待動物 被捕人 被扣留 現在這些動物都是很 新鞠肉貴的 不能打的 不能打的 我們以前在大埔養狗 什麼都見過 那隻是獵犬 威馬獵犬 Tesla電動車車尾 摔他上去就看到那隻狗 不知道為什麼 男人露氣沖沖指罵他 然後右手掌握他 那隻狗還沒有受控 然後再作狀想打他 然後就關上車尾箱 事情就消失了 但因為看到車牌 警察就 抓他 事情是什麼事呢 狗主在網上留言說 他說片中威馬主任是我 當時 他說是他 哥哥 那個人 即打狗的是他哥哥 他搬屋 請他把狗送去新屋 他 解釋 是狗在路上突然從車尾箱 整跌後座機關 衝上庫駕 所以要停在一旁 那隻狗又跳下車 馬路情急之下 就作出如此行為 希望大家放過一條生路 這樣說吧 這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我不懂得說 你們自己定奪 這個是殘酷對待動物被捕 另外 年輕人犯毒 十七歲青年 四百五十萬兵 在上水遼屋 這麼厲害 有錢 我想這些都是人幫忙 十七歲有四百多萬 你想想 中國籍青年 中國籍青年 應該都是香港人 他說他有黑社會背景 把毒品藏在褲頭帶 相信是供應九龍區 飯運危險藥物 拘捕了他 九包七點八公斤的冰毒 都很重 在屋裡找到七點八公斤 九包共重七點八公斤 那裡已經值四百五十萬 哇 難怪那些人去運毒 七點八公斤米 那裡也不用四百元 原來冰毒去到四百五十萬 真誇張 當然不要做這些事 傻的 被捕 另外大圍住宅 有十七萬毒品 二十六歲男子被捕 你看剛才那十七歲也四百多萬 這個可能小生意都還沒頂 不知道他了 二十六歲姓黃男子 犯運危險藥物 他有陸安童和Happy粉 什麼Happy粉 我又沒聽過 你們告訴我 真是沽漏寡聞 很久沒有出去抱 其實我從來沒有出去抱 也不會 真的不吸收那些東西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那些朋友說 吸收器裡面有些玻璃粉 玻璃粉的意思是 戒損鼻子 讓那些東西入血 再容易快點上腦 你不覺得很傻嗎 對 為什麼要做這些這麼折磨的事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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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什麼叫Happy粉 如果你知道的話 我很多時候都是跟網友學習的 好 另外交通意外也很多 大家小心點 泰和專線小巴撞到老婆 受傷送丸 今早7點10個字 另外也很多 屯門私家車 撞欄碎片擊中一輛車 司機醉酒駕駛被捕 星期六日 這兩天就會越來越多這些事情 大家自己要小心 另外18歲少女跳樓 這麼年輕 宋怨不治 昨晚還未到12點 剛剛好踏正11點59分跳上街 18歲 哎呀 真可憐 就說父母知道女兒跳樓 昏迷 沒有遺書 怎麼死都不知道 是啊 不開心 抑鬱 什麼都好 總之 真是要珍惜生命 另外看看有什麼要跟大家說一下 對 有兩件事 之前說的男子很心地 叫楊家彪 他捐了80萬 去那些 癌病兒童 機構 希望世界 沒有疾病 什麼都好 確診 原來有胃癌 兩個星期之後 他未婚妻 主動提出跟他求婚 兩個人拍了婚紗照 這件事很感動 這件事 他老婆不來不棄 他老婆說 他是 他見過最勇敢的人 他見過最善良的人 很開心他可以生命 影響生命 希望其他癌症病人可以支持下去 這些是很值得 大愛是值得 在世界上宣揚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 利他 利他主義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慘 幹衰竭 本身是醫師 通政醫師幾十年 救急扶危 幫很多人 他老婆說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一次 58歲黎景峰 通政治療師 家裡原來遺傳性月形肝炎 真可憐 突然惡化 急性肝衰竭 肝酵素不斷飆升 沒有人捐到肝臟給他 因為他自己行醫幾十年 都救了很多人 但是他本身內臟有問題 他不是說他救過人 希望怎樣 只是希望大家幫我們一次 有才行 肝是不可以這樣給他 這個我不清楚 這個我不清楚 是不是要施肝還是什麼 這個我不清楚 那就是 他說其實 等很久 這個 但是 希望 希望好 希望有人給他 黎太太就不敢傷心 如果我也放棄的話 就沒有人再支持他 都流了眼淚 希望大家 現在告訴你 我下面留了一個 電話 血型B型 O型 18至60歲 身體健康 非長期病患 沒有肝病 非肝炎大菌者 如有意捐肝 須快聯絡馬例醫院 是啊 這個真的 等一下下面自己看看 有緣份的話幫幫人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